Hello 大家好 我是Peter 很久沒試過拍片和大家介紹新遊戲 今天要說的就是剛剛踏入Early Access的The Elder Scrolls Blades 這遊戲很多人都笑清楚 他應該出了這一隻 才出Fall 76 如果是現在才出的話 可能剩下一些Bug 是一隻不錯的遊戲 很可惜這樣 我不知道他當時Blaze做好了沒有 但是呢 是很遺憾的 他出了Fall 76 然後才出Blaze 可以看到這段是沒有聲音 因為忘了開啟錄的時候 但這段是打直的 這遊戲最搞笑的地方 就是一隻 頗為傳統的上古卷族RPG遊戲 但是同一時間 它是可以打直 和橫幻都可以 都是沒開聲的 你見到調音量都沒用 有一點點的教學 有一點無厘頭的 但是Befesta的那些 ADSS的遊戲 經常都會有這麼無厘頭的 新手教學 那時候玩卡牌遊戲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了 新手教學真的很無謂 但之後會改的 體驗會越來越好 因為你斬下段是沒有傷害 你見到這個遊戲是有斬方向 斬不同的位置 其實是有不同的傷害 這個故事很簡短 就講一講 這個是Elder's Go 國王建國 殺了龍之後 其實就維持了一段和平的時間 但是打完這個High Elf之後 就簽了和平協議 所以就不可以再有Blaze這個 保護 即是本來是用來斬龍的 是一個很強力的軍事組織 但是他現在不可以有的 一個保護Tenriel國王的一個 組織 叫Blaze 剛剛是正在進入密碼 所以就先飛了 看看後面 很明顯 大家就是這個Blaze的其中的一員 之前一員 現在是被花魔追捕 在追捕的過程之中 你就是一個自由的冒險者 不完全算是一個囚犯 今次是一個逃犯 Elder's Go的遊戲是一個傳統 無論如何 你都是大罪之身才可以開始到遊戲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一個傳統來的 這次他就不完全困了你監獄 但是就 你也算是在逃之中 我即將會開聲 大家等一等 也是有些新手教學 這個遊戲的戰鬥大底就是這樣的 你打不同的部位 他會有可能會有爆擊的傷害 但是你要學習每一種敵人 打哪裏才會爆擊 怎樣可以練好combo 什麼時候真的需要擋 但是這個遊戲 所有的敵人都是單對單 就是你走到那個敵人 他就會過來打你 所以是很適合 你打直 都能夠玩得到的 可惜的是 這個階段 起碼現在這個階段 是沒有配音的 當然主角沒有配音就預料了 但是敵人都沒有配音 或者是其他NPC沒有配音 就真的不習慣 希望他之後會有改善 你看到畫面其實都精緻的OK 只是不得不說 其實你現在這個畫面 是比Skyrim 已經 其實手機的畫面是比Skyrim 其實都只不過是大概幾百MB 如果完成之後不知道多少 他慢慢還會有更新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今年E3 將Skyrim 扔上IOS和Android 並非不可能 我告訴你 但這遊戲 有一個很有趣的農場元素 就像以前的網頁遊戲 我們先看看人物的構造 我們一樣可以選 Skyrim裡面幾個大種族 理所當然還是選擇女角色 這件衣服大家都認得 就是Skyrim裡面 很普通的布衣 不知道為什麼他穿布衣 但一樣會有盾 是一樣會有盾 還有劍 一個冒險者 我裝備都不知道是充足還是不充足 不會說 很遺憾地 就顯示不到一些 很多的customization 給大家看 因為下面是灰灰 我一按Next 他就自己已經完成了 直接改名 就去了 隨便選一下新高 選一下新的操縱大小 隨便按兩下就算了 這遊戲跟其他LZ GO也是一樣的 每一集的LZ GO 它有種族特性都不一樣 今集的種族特性 跟Skyrim 跟Olivian 都不一樣 大家重新再看一次 我們隨便選了個名字 不要問我隨便選了什麼名字 總之隨便選了個名字 這樣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遊戲了 正常跟NPC說話 每一次我們按一個NPC 他都會將他zoom去正中 比較像是Olivian 那小時 還沒zoom到過去 會正中 這樣跟他說話 你是有得做選擇的 亦都表達到不同的心情 這樣 但是還沒看到 會有造成故事 分支諸如此類 先說一下 遊戲是一個農場的元素 你出去收拾了素材回去之後 是可以建屋 然後升你的城堡 然後 你在那個城堡升了之後 就可以再弄一些強點的裝備 或者是有多些不同的功能 然後就可以去冒險的時候 打得就手一點 剛巧這裡是你的故鄉 應該 那同一時間 就不知道為什麼 是整個城都爛了 所以你就要建 這個是日式RPG的節奏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在歐美RPG 它怎麼做出來 不要管了 隨便 總之我們就聽這個 類似村長的物體的建議 我們首先 去找我們的素材 先把那個 Town Hall Town Hall 就純粹是 類似SkyRAM裡面的 Yao那間屋 那樣 因為我們就直接去了地城 那 這遊戲如果打直看的話 那你掃其他的方位 其實就是轉鏡頭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按地下 它自己會走路 全部都是自己來的 那如果打橫是怎樣 我打回畫面先 那如果打橫呢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非常之有第一身的SkyRAM的影子 但是呢 比較簡化一點的 整個走地城的流程 那它是簡化一點的 它是有一個地方呢 直接是一件事情 是指向你走的 那所以你就跟著它走的 那當然啦 這遊戲每一個地城呢 都至少有一個秘密的 那你是要走去 它街的那個 不同的方向呢 總之就是 它告訴你這條是正路 那你看到別的路 是它沒有街你去的 那就是那裡是有秘密的了 很簡單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可以打得爛的 它跟你講完 可以開到的箱 它跟你講完 那這裡呢 你感覺到有些星畫 不平均的 為什麼呢 因為iPhone錄影 就不是30fps 它是這個 這個隨機的 它的FPS 尤其是你玩遊戲的話 它是很難固定 它是30至60fps的 所以它的FPS 和我的聲音軌 是亂來的 那最糟糕的 Adobe 就不知為什麼呢 只有30fps 所以我就 糟糕了 大家聽到了 它的聲音全部都是不升的 沒有辦法的 升不了的 對了 除非我用第二個手機來剪 如果不是升不了的 那這遊戲 都可以收拾東西吃 收拾東西吃 就可以自己選擇什麼時候吃 對 收拾之後 它會直接幫你補血 那有一次呢 其他探索遊戲的 幫你補血 那 其實那個流程呢 都頗為和其他的 RPG手遊相似 即是你當 我講日本那些 你也是走去一個地城 那就有一個objective 兩個objective 然後就去打一個更厲害的boss 然後就出去 大概都是三四重關卡 然後就出去 最搞笑的是 這個地方 是有得開箱的 開箱呢 其實就很類似 大家有沒有玩過 Crash Royale 那些呢 即是皇室戰爭 那些 沒錯 那個是開箱 那你開箱呢 是需要時間 即是在地城撿到箱 開箱是需要時間 而 如果你想加快的話呢 你是要給點數 當然啦 升的時候他會給點數 但是你 就是那句啦 課金 課金 你就可以快點開箱 那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就要等了 開箱裡面 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是高級一點的箱 就多數都是 武器裝備 如果是低級一點的箱 就多數都是 Crafting materials 或者是起承的那些 那些材料 雖然起承 在Elder Scroll 這個世界 也不是第一次見 在Skyrim 也有Half Fire 但是 這遊戲 就真的很日式RPG 你玩下去 就好像是二之國 那樣 你撿一些素材回來 或者打一些不知什麼 然後就 交給一些人去起承 你按完之後 還要等 又是跟以前的網頁遊戲一樣 等完之後 起好了 然後你 那個遊戲就會有新功能 那樣 低級一點的箱 可能是幾秒開到的 開到的 除了都是淺的 還有一些 Smithing materials 那樣的東西 這個遊戲 其實 你可以說 它是用回一個 非常之Vanilla 就是普通 沒有MOD Skyrim的一種 很直觀的玩法 其實 沒有什麼需要思考 它也沒有什麼 潛衡 暫時未見 潛衡 或者開鎖 那些要素 其實等時間開 不然就給點數開 它連 潛衡 開鎖 偷野的機會 都不給你 即是你作為一個 本身是open world 系列的設定 來說 其實真的幾個妄居 那 同一時間 這遊戲 這遊戲 我覺得除了 領域之外 也不可以連機 我暫時未見到它 如果加好友 或者加好友之後 可以借什麼 給人用 這遊戲 不像其他RPG 即是不像其他手機遊戲 沒有隊員 沒有隊長 沒有朋友獎勵 甚至乎沒有叫你加朋友 那我作為一隻 永遠在線的 手機遊戲 要登入Bethesda的帳戶 才可以玩 那其實 究竟 網上是做什麼的呢 不知道 對了 總之就一定要網上 這遊戲 是有升級的系統 升級完之後 你就可以 升你的Stamina 照舊 Stamina Health 或者Magic 我暫時都沒有用到任何技能 因為我偏向個人 先點了一些被動技 這遊戲 不知道為什麼 是跟Elder Skull 其他系列不一樣 近戰它也是有主動技 非常奇怪 以前 你玩SkyWing都知道 你只有魔法才有主動技 近戰你哪有主動技 你主動技 就是 Hold住 以及 按多幾下 這樣 沒有了 所以這個遊戲 是有主動技 學技能 需要技能點 要靠大家自己升 這裡 有一個秘密 它不跟你說 飛來飛去的真靈 也不會跟你說 你靠自己找 多數都是一個箱 而且會有東西守住 錄的 錄的那天 剛巧是Befesda Game Days 直播之前 已經開放了這遊戲 Early Access 給大家玩 所以我已經在玩 當然它也是趁著Pex 那時候 做這個 測試 給大家 試一下水溫 看看Pex 會不會有人向它們反映 究竟這遊戲 可不可以玩 或者哪個可以做得好一點 那它一開始送了 百祭司武器 即是所謂的首抽 那就是一把不錯的單手的鎚子 挺好用 暫時都沒有用過任何技能 沒有學過魔法 那其實你只要按 藍色條和綠色條 那你按下去 它就會出相對應的近戰和魔法技能 給你 那這裡最後 已經是打一個 大小小的怪物 那你救了那個人 就可以出去 初頭的時候的關卡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看後一點 那這裡呢 就去到這個 起承的部分 那我阿伯又跟你說 那你的承是爛了的 那你要起回 起回你的材料 材料呢 就叫你去做某個任務 他就給你 材料 那樣 然後你還要去找那個鐵像 那你可以選擇開鐵像譜 然後他又要你材料 那你就要那個鐵像是有生還 當然好彩地 那所以呢 他就會幫你去打鐵 做裝備 那樣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玩家不可以 自己做裝備 算不算自己做呢 即是自己收集材料交給人 算不算自己做呢 不知道 即是他沒有做東西的技能 總之就 對了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 後一點的任務 打另一種怪物 那我主要跟你說 屬性雙刻 甚至乎武器雙刻 那就是知識 那我這些樹 樹人 那樣的敵人 那當然他是 怕火魔法 或者斧頭的攻擊比較多 那他用斧頭去斬他 那但是 我這一把呢 是那個 事前登陸 所謂 送的特典劍 那所以呢 是 你 高攻過 很多東西的了 初期 所以我死都不會用斧頭的 我跟你說 但是 即是你初頭一兩呢 來說呢 你看到這遊戲 其實 除了你有Elder Skogor Lore之外 根本上對於 他整個系列 最主要的那些 那些 即是例如 故事的深度 即是你不會突然間 找到一本書看 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你不會的 我暫時還未找到 是的 故事的深度 即是那個 那個 故事 他那個 可以選擇的地方 不見有選擇 是的 那 接著就是 那個 地圖的自由度 他自己都會說的 他自己回顧Elder Skogor 25年來的歷史 其實由一開始 大家已經是 做著這個開放世界遊戲 那時候是沒有開放世界遊戲 這個類型的 但Elder Skogor 1 已經是一隻 名義上的開放世界 即是二義上的開放世界遊戲 但他不知道 現在回到舊路 給你一個這樣的技術力 可以在手機上 做到這麼漂亮的畫面 做到這麼完善的 戰鬥系統 和RPG 這麼方便 可以單手玩到 但竟然你 是沒有了開放世界的 那個 功能在這裡 這個世界 不是沒有手機遊戲 沒有開放世界遊戲的 是有的 其實很多 我們看到手機遊戲 其實很多 那個Indie 是做了開放世界遊戲 甚至GTA San Andreas 或者是GTA3 都搬上去的 技能上 技術上 是做到的 但他是不做 這個是他自己本身的決定 那你作為一隻 Elder's Go Game 除了有一個Law 還有什麼優勢 好像是 沒有優勢 那你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 好像又真的沒有意義 我這樣玩 我擦裝備 我去打野 我去升 我為什麼不去玩其他手機遊戲呢 其他手機遊戲內容多很多 而且在內容的 內容度上 這遊戲也非常不足 你看到我嘗試 我有兩把單手劍 我可不可以 裝兩把劍 是不行的 原來這遊戲是連兩把劍都裝不到 一定要那個手是拿盾 我覺得這個戰隊系統已經很失望 為什麼我不去玩其他遊戲呢 就是 技能 或者是 護士 是完善的手機RPG 多不勝數 大哥 有如行河 沙數 數不完 為什麼要玩你呢 我玩Elder's Go 我預計了一入城 有人跟我聊天 馬上有十勾 有人扔了那些支線 主線任務給我 逐個追蹤 你說你沒有開放世界 算 你這樣逐張地圖走 我是有幾十萬個支線按的 是中間有些故事仔 其實我都 上可以接受 而不是我一開波 只能夠跟著一條線走 我只能跟著一條線走 那我跟普通手機RPG沒有分別嗎 我跟普通手機RPG沒有分別 我不用玩 沒有遊戲玩嗎 真是 開玩笑 這個就是 在Elder's Go Blaze的內容上 對於Elder's Go Blaze的評價 出奇地這遊戲畫面很漂亮 有很多 所以 如果是輕鬆玩的話 是可以試一試的 但是 藉著加速時間 起東西和開箱 賺錢的決心 其實都超越現 所以大家 看路吧 我希望它將來真的出現更多的內容 不然 真的很難 可以跟其他人競爭 吸引到其他人玩下去 OK 這個任務最後 都是打多一個 強一點的BOSS 救人 沒什麼看的 多謝大家的支持 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